禁止咬脸,禁止染黄毛,禁止去网吧,几乎每个少年在追风之路上都会遭到校规制裁,叫火不迭,但正是这些规矩让你在建设祖国的道路上没有跑平,我们的校规很严格,那是因为你没见过岛国学生有多惨,日本大阪某高中,一名高三女生天生褐色头发,但在学校眼里属于严重违反校规。 学校表示,褐色头发会影响学校生育,天生褐色又如何,即使尖巴留学生也得统一暗黑。 这姑娘很无奈,让家长拿着童年照片证明也没用,长期染发让她的头发状况变差,但不然又会被学校退学。 一路之下,女孩一家把学校告了,认为学校的奇怪规定是侵害人权,要求赔偿,220万日元的精神损失费。 最重要的是,这起案件成了导火索,无数日本学生肚里的苦水全部翻出,分为了推特上衣,我不需要这种校规。 尽校则为话题,分享自己的奇葩经历。 日本奇葩校规不完全实录,一直能穿白内裤,女生的胖刺必须是白色的。 这个规定不是玩笑,我学校检查着妆的时候,女生会被女老师们带到别的房间,把上衣和裙子打开,念内衣都规定了,什么上游,北标,保龄球甚至早恋就更别致忘了。 二凶小不准带bro儿,我上初中的时候,一杯以下的姑娘,学校都不许带bro儿,三中书也不准善,到夏天我们裹着校服被叫,到体育馆离开大会。 没有空调和风扇的体育馆热入地狱,然而领导绝不允许我们用扇子,衣服甚至手来扇风,结果有女生因此中暑,抽搐摔倒。 四自行车头盔从一而终,学校要求一个自行车头盔从开学用到毕业,事实上,很多学生毕业的时候戴的都是摔得稀烂的头盔,再次靠生命的意义。 五姨妈也得下泳池,游泳客上,无论姨妈多难受都没用,塞上卫生棉,下水。 最后,你懂得,姨妈和冷水双重打击,我还是得游上五百米。 六不许打扮,裙子不可高于膝盖,头发不准摊卷,化妆也是明令禁止。 其只能不行上学,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住在郊区,上学很远,学校规定,上学不能搭乘任何交通工具。 骑车也不行,我只能不行四十分钟上下学,夏天走这段路能运过去。 八三闲饭后不许大声喧哗,如果你在饭前和结束前十分钟大声吼叫,那么第二天你就不能随意,选择自己吃多少了。 有送饭委员会的人来专门监督这个事。 九长大黑不许上学,我曾经因为矮了中头发而每天在校门口背蓝下。 等我把头发展黑之后,又因为皮肤太黑而被蓝,你天天在家晒日光雨吗? 据问我的老师就是细经本经,是禁止学生搬马尾。 马尾是校园最常见的女生发型,尤其夏天还能让不敢散热。 但这几年,越来越多日本学校禁止学生搬马尾。 一位网友从妈妈嘴里听到了家长教师协会,简称PTA,是家长和老师通气的组织,禁止绑马尾的理由,因为博更露出会议帮男生的狭想。 这名网友非常不理解,将愤怒抛上了网。 不仅如此,这位博主还发现,推动这些规定,都不是保守的老顽固,而是年轻教师。 博恩已经发出,大批网友响应自己的学校也有类似规定,全体表达着不可思议。 好了,诸位看官,是时候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时代了,当年的你遇到过什么奇葩校规? 评论里说出来,让大家乐一会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